中国画小课堂 中国画大协议 同学们好 今天我们来做一下鱼的示范画法 用淡墨 从头至尾勾出鱼的整肉身 首先画出鱼的头部 再画出鱼的身体 腹部 然后用大笔 迅速地读写上去 画出鱼的棋部 再用淡墨画出绳子 然后再加一些 中墨画出尾部 及腹部底下的分水 再勾出眼睛 点出 用中墨点出眼睛 注意 把脸部也加上墨 然后用中墨 然后用中墨点出身上的滑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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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个五六个就可以 然后勾出上面的 起步的中墨点出身上的滑纹 然后用中墨点出鱼的尾部 这样鱼就有了严格化的魅力 我们画鱼不是画具象的 我们画出的是画下心中的 然后再用笔墨 构出鸡笔水槽 注意它们的疏密关系 以及用笔的方向 然后我们提款 写上娱乐图 注意用笔 还是要注意其中的疏密关系 签名 然后打印盖上 这样一张鱼的作品 就基本上是反乱似的 谢谢大家 再见 感谢观看